HELLO 各位我是利昂 今天呢我要來教各位怎麼去包球拍的握把布 網球拍的握把布很多人的問題 那你覺得你網球拍握把布翻起來的時候呢 是顏色差很多的話 或是握把有點濕已經爛掉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換了齁 那握把布這種東西不用省 因為握把布可以直接關係到你整個球拍握起來的感覺 所以你一感覺不對就差不多要換 OK那我們先把這個舊的握把布給拆掉 你看這個顏色是差非常多的 然後拆掉之後呢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底層 我現在教的是最初學的方式 如果你有更經濟的方式 歡迎就是你自己去用你熟悉的方式 那我現在是教各位初階怎麼去包握把布 好那你先把新的握把布給拆開 好握把布上面會有一個這個 外面有一個貼紙 那這個先留下來 不要亂丟 然後呢把握把布的外層 也有一個貼紙 握把布外層保護貼也給它扒下來 給它撕下來 那這個先放旁邊這個等一下會用到齁 首先呢看你想要用什麼方式 有些人是這樣子往上包 有些人是這樣子往下包 那我習慣是這樣子往下包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旋轉包下來 感覺比較順暢 包握把布任何方式都可以 但是我現在是教最初階的齁 你先把這個貼紙給它撕開 貼在怎麼樣 Logo 譬如說這個Logo是Wilson Wilson的左下角 的七點鐘方向 把七點鐘方向把它貼緊 把它貼緊 貼緊 開始往 你是右手的話就開始往右邊包 好往右邊包 包到你包住一圈之後呢 開始往斜下方去 往斜下方去 那你這時候都要往往下用力貼 都要用力的捏緊 往斜下方去 所以你看到這個Logo 這Logo是往斜下方的 好往斜下方去 那你要記得喔 這上面譬如說有Logo嘛 你包的時候不要 不要整個把它貼住 這樣子你會不夠 記得你這個東西要預留一點點 預留一點點 預留一點點 好 預留差不多五分之一 好 預留五分之一 好 預留五分之一 然後就一直往斜下方包 所以前面呢 往斜下方包 是關鍵喔 你不能 你不能吃太多 你如果 你看這個樣子 如果你吃太多的話 你的那個 握把布可能不夠 然後你吃太薄的話呢 你可能很容易就 這個握把布就會翻掉 翻開來 一直包 你看我的Logo 差不多是Logo Logo都會站在正中間啦 Logo的上面一點 就是不要壓到Lo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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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繼續繼續往斜下方包 好 然後包最後的時候呢 包在約 這個 球拍的頂部的時候 好 這時候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要來了 貼紙 好 貼紙把它撕開來 那貼的時候呢 就以 以你覺得整齊為主啦 這也不是什麼重點 然後有些人的球拍上面呢 會有橡皮套 橡皮套就可能就貼在這個部分 這次球拍目前是沒有橡皮套 所以 講解就到這邊 OK 那學會包覆把布的嗎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新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See ya 那記得垃圾不要亂丟啊 See ya